龙岩作为福建省的内陆城市 知名度与南平三名比起来都不算高 但它却是福建内陆房价最高 以及新开发楼盘最多的城市 截至2023年1月份 龙岩市中心的房产均价 达到了12,055元每平方米 这个价格已经和福建沿海的 张州、泉州还有宁德市的房价相当 更是福建内陆房价最高的地区 根据中国商报的信息 2022年 百厢房企的销售额下滑4成 拿地金额也出现了减少 然而龙岩市全年卖出的住宅和商住地块面积 达到了40.23万平方米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人们对龙岩楼市的较好心理预期 那么龙岩作为一座闽西小城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好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福建的龙岩市 龙岩地处福建以西 闽岳干的三省交界处 自古就是福建的边关要塞 这里95%的土地 被福建的主要山系 五一山脉南段 戴帽山 薄平林和戴云山覆盖 只剩下不到5%的平地 集中在新罗区 永定区 上寒县 年城县 五平县 长厅县 和一个由农园代管的张平市 如果你是一位外地人 可能会认为 新罗区才是龙岩的精华所在 因为那里有宽敞整洁的街道 成建水平也被很多人认为 是超越了泉州 张州这样的沿海发达城市 然而龙岩的内涵却远不于此 早在唐开元年间 朝廷就在福建境内设立了厅州府 也就是现在的长厅县 管辖范围涉及到 宁化 龙岩 和长厅一带 那时的厅州 与福州 泉州 张州 和建州齐名 并称福建的五大州 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 厅州因为地处 明月干三省的交界处 并且 有发源于五一山脉的 闽西最大河流 厅江从城中穿过 所以自古时起 厅州就异常的繁荣 当时的人们 还在卧龙山南路 修建了古厅州城 传说 巅峰时期的古城墙 扩建至了现在的宝珠门 富有门一带 公设有十二座城门 在其后的千年时间里 闽西的州 郡 辅制所 都设在厅州 这里在古代 也成为了闽西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古代厅州城的繁荣 还吸引到很多 来自北方的客家族 到此定居 然而 纵观厅州的格局 四面都被大山包围 南北最大的跨度 不足十公里 东西跨度 仅三公里 受到地形的影响 挤不下的客家人 就一路沿着 廷江沿岸 往外面迁徙 渐渐地 在广东的梅州 惠州 还有江西的干州 定居下来 因此 长廷县也被人认为 是明都客家族的 发源地 被逛以 福建客家主地的头衔 明末清初 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 福建广东一带 涌现出大量的贫苦百姓 前往台湾省谋生的热潮 到了清关旭年间 汉族人 已成为台湾省内的 主要族群 此时 闽西的客家族 也开始大量地 迁移台湾 到今天 台湾的新竹 嘉义 台南 南投 台北等线 至少有六十多个 常见姓氏 三百多万人 都是源自于 古厅州的客家族 香港也有 两百多万的客家人 起源于古厅州 在福建地区 凡是华侨多的地方 房价从来都不低 比如现在的厦门和福州 都是敏及华侨的聚集地 房价基本已经涨到 二到五万元每平方米 而长亭县随地处 偏远的三省交界处 目前房价也达到了 1.2万元每平方米 高的甚至可以卖到 1.5万元左右 是农业境内 房价最高的县城之一 在农业南部的永定县 同样是有着悠久历史的 客家故里 纯客家县 当地现存的 两万多座土楼 就是客家族留下的 他们遍布着 永定24个乡镇 这些圆形的 夯土维屋建筑 被誉为 古建筑中的一朵奇葩 在2008年 还被联合国的 客家文组织 纳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是农业旅游的 保障资源 从清朝中期开始 在永定的客家族 也涌现出一股 下蓝阳的热潮 到1840年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 刘洋潮达到了鼎盛 当时几乎半个县城的人 都去了海外谋生 到今天 永定县的侨胞 达到了50多万人 是闽西地区 最著名的侨乡 除了华侨多的人脉资源 龙岩还是福建的资源宝地 在永定和新罗区内 以探明的矿场储量 达到60余种 其中的无业煤储量 达到4亿吨 铁矿是5亿吨 石灰是8亿吨 这些矿石储量 均为福建省的首位 龙岩的马坑铁矿 是华东地区的第一大矿 东宫夏是中国最大的 高领土矿商 1985年 第一次看车队员 在龙岩的上海县 发现了紫金山金矿 这座金矿的特点在于 每端矿石中 只能提取不到一克黄金 以当时的技术 基本就是挖出来的金矿 还不够付矿工的工钱 采得越多 可能赔得越多 比如目前世界最大的 南非南德金矿 平均每吨 可以提取10克黄金 我国的厂金大省山东 青岛金矿 每吨可以提取3到5克黄金 而紫金山矿的黄金品位 是明显偏低 因此在1992年 紫金山矿也被地矿部门 认为是鸡类矿 下放给了上海县的矿业公司 这家公司 也就是紫金矿业的前身 当时上海县矿业公司的年利润 只有3万多元 靠买卖宁新的矿产品 勉强维持运转 1993年 时任上海县矿厂公司 总经理的陈锦和 抱着死马当活马仪的想法 但当采用生产成本最低的 堆镜体金法 试图降低金矿的开采成本 没想到当年 在紫金山上 就成功开采出了第一桶 9.3公斤的黄金 在1993年 到2000年的7年时间里 陈锦和又采用电箱爆破 消平整个山头的办法 将紫金山矿 从原来的地下小规模开采 转为露天的大规模采集 这样可大大降低金矿的开采成本 将可利用的金资源锄量 从最开始的5.45吨 扩大到近200吨左右 紫金山矿也因为陈锦和的发掘 但2008年 被评为了中国第一大金矿 过去在紫金山路 有一座同堪村 全窗共计251户居民 1100多人 2000年前后 因为金矿开采的缘故 搬迁至了上海县的西北部 作为搬迁补偿 上海矿业公司给村民以1338元每份的价格 配送了上海经商的原始股份 当时很多村民都以为是一张废纸 也没太当一回事 但是谁也没想到 2008年紫金矿业在国内上市后 这些被村民看作插屁股都显印的废纸 价值一下子翻了600多倍 涨到近80万元每份 一夜之间 几乎整个同堪村都成了百万富翁 现在农园市的紫金矿业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国有矿产公司 加上近几年 农园在新能源 新材料科技上的发展 孕育出了一大批新材料的独角兽企业 已经初步形成 稀土新材料 浮化工新材料 锂电新能源材料等 五大重点产业链 在农园的新能源新材料企业 更是达到了90多家 就如我们开头提到的那样 天使地利人和 沿了龙岩这座边陲小镇的经济突飞门进 也因此吸引到上百家地产公司到此加门 从而带动了整个龙岩市的成建水平 现在的龙岩 甚至比张州 泉州 林德这样的沿海城市 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曾经的闽西是福建的五大州之一 闽集台湾人的故乡 未来 龙岩依然会是大福建崛起必不可少的基石 更是两岸一家清 闽台清上清的历史见证者 为新中国伟大的崛起 统一 做出重要的贡献